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收看方态好厨 第三餐无优励 今天方态要煮这道蒜炒烧肉 还有加一点虾 ok 所以它的材料就是 这边有三条的大蒜 少一点烧肉 少一点虾 还有一点点蒜米 来 我们大家来煮 然后这边有大概有三条粒的蒜头 烧肉放进去 烧肉的味道出来了 ok 我就把这个虾放进去 然后我会上少许的盐 少许的糖 然后一点点的鲜酱里 然后我就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我就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蒜的头上边 两分钟过后 我就把他的蒜尾放进去 然后我就会加少许的酱鲜 然后做到这个蛋汁 好 你不要再来 所以我上来 然后就把鲜酱点 然后把它焯到一个 然后这个鲜酱的鲜酱 就勾一个薄薄的芡 就是大概半盘子的芡 ok ok 勾一个薄薄的芡 可以试试它的味道 够不够甜 好了 可以起锅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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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